今天非常荣幸在三星总医院内湖 内湖的三星总医院举办我们的爱传承的演唱会 希望这是一个开始而不是只有唯一一场 那今天也特别讲我们并不是只是为了病患跟照顾的家人 我们同时要感谢我们劳苦功高的医护人员 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 但愿我们今天的表演可以让他们在忙碌的工作当中 带来一丝欢笑 也祝他们身体健康充满了爱的正能量 小温哥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最近的境况如何吗 过去一个月大部分都是在拍广告 初恋的情人在华市又在重播 好像回想还蛮不错 但是回想不错我并也没有觉得特别的开心 因为那是讲一个失智症患者的一个故事 那回想多的话可能是有些朋友感同身受 那也希望这部戏重播可以提醒大家 多多关怀和重视失智这个问题 嗯 也不是抢攻哪个市场 所以主要是我觉得每一个阶层的演艺同仁呢 都有这个自己的频道跟舞台 那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他没有看我的短影音频道 他也很少看我的戏剧 那基本上我在之前也跟大家报告过 其实我们都用这种方式在相处的 他不看我的我就不看他的 他 是赌气还是 其实父子之间赌气这种行为很常见 尤其当这个父子之间他们是同行的话 这赌气的行为会更常发生 他最近应该是在公演 因为学校的科业蛮繁重的 而且他又是相关科系 那特别希望说 希望谢阮容还是以学业为重 赌气四肢 现在是在对镜头喊话吗 不需要不需要 他这段可能很多人会看 这段我敢保证 抬头 因为我们会跳抬头讯号嘛 对 谢主于三种手发声 什么什么喊话 某某某某人 他立刻就会滑掉了 更胜者直接删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